两个小纸盒一打开 消费者看傻眼炒菠菜 分量比想象中还要少 虽然是买一送一 却像是一盘菜拆开来放 这样的分量被消费者认为 也送得太心不甘情不愿了吧 消费者事后也po无闻 在外送平台看到店家炒青菜买一送一 就点了一份 但送来一看认为分量太少 去店家粉砖留评论 业者还回答一份30块的炒青菜 分量应该不算少 还说自己煮都不一定煮得出来 让消费者怒呛什么鬼逻辑 店家补充外送平台建议他们办优会吸引客人 但菜价如果变贵就会亏钱 遭到复评后也已经取消买一送一的活动 消保官表示店家售出的商品分量 就应该以外送平台上的照片为准 不管菜价贵不贵 都不应该将分量自行缩税 TVBS新闻成为罗欣台中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